大家好,我是雪雪兒 今天又是大家最愛的 弄頭髮特集啦 眼看其實我已經差不多有四五個月的時間 都沒有去軟頭髮 沒有剪頭髮 就是潤我的頭髮這樣子伸著 然後你們看一下 我的那個黑頭髮已經長得非常非常厲害了 然後最近呢 因為我又要開始上新的公司嘛 然後就覺得想說 要有一個新的印象 像新的開始 所以我就想說 那是時候來整理頭髮了 至少要軟的顏色 但是我一直在想 我這一次呢 到底要去找哪一個設計師去弄頭髮 介紹給大家呢 想說那要不要隨便去 家裡樓下的某一家 隨便進去軟一軟就好了 可是我想說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就是做一點特別的東西 就讓我想到這個設計師了 這個女設計師呢 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她一共有425K的追蹤者 對她是個網紅 所以今天呢我又要給網紅剪頭髮了 好期待喔 這個網紅呢是著名短頭髮的 雖然我今天不知道要不要剪短頭髮 我也不知道她等一下會不會跟我說 來我幫你剪斷你頭髮吧 我這一切都不知道 因為我根本沒有拿著什麼照片 還是怎麼樣 我就是會完全交給她說 請自便 這家網紅呢其實她有自己的店 不過呢現在因為我要弄頭髮這時間呢 她的店在裝修 所以她就來的別家店就是上班工作之類的 所以如果大家要找她的話 可能就是要留意下面那個info box裡面 我會附上她店裡的地址 或是你們可以加她的那個店裡的call call 然後你們就可以聯絡她 那現在我就要去找這位網紅設計師 喵掌了 走吧 然後呢她叫我寫這個東西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oh my god 你好 你好 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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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拭目以待吧 他就在後面見路吧 有了 我怎麼會變這麼短了 好不習慣喔怎麼辦 然後現在他就要放我軟頭髮 怎麼辦 我真的有點害怕 因為我沒有這麼短過 我沒有這麼短過 我現在就要放我軟頭髮 我们就看着办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大家 我剪完头发了 我头发现在是短的 好短喔 很明显的这次真的是一个 大改变 完全 完全没有长头发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看不惯自己 然后刚刚他一把那个围裙拿开的时候 我说 我真的是很不习惯 他说这个要一个礼拜去习惯 然后他们都一直跟我说 真的是比之前好 就是比长头发 可能现在就是看起来比较有那个style一点吧 就不是那种 直直的长发 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过呢 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呢 真的是一个真的是 真的是 他真的是专剪短头发的 包括他短头发的照片也非常非常的有名 就是如果 爱短头发的朋友们都应该有看过他的那一个照片 他就是剪短头发剪有名的 然后就 这样子 剪了我的短头发 我真的从来没有试过这么短耶 真的是从来没有试过这么短 这真的是一个短到 不用绑头发的状态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自己觉得 我可能要去时间去习惯大家看看 但我不会排斥 我觉得 所以 我现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Anyway就是 今天总共花费了大概 24万 剪头发是8万8 8万8我觉得剪头发OK 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剪头发 因为我有染色 染色可能会比较稍微贵一点 所以 如果大家有兴趣来韩国剪头发的话 我觉得可以 找一下他 找一下 Miu Seng Seng Ni 文章里 Miu文章里 然后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资讯栏 看他的那个Instagram 然后可以联络 他自己本身有店在江南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之后可以来预约 但 听说还蛮难预约的 所以你们就看一下时间 早点预约吧 现在呢 我来到了新沙洞 这里逛一逛 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如果来新沙洞会逛的衣服店 因为太多人问我穿搭的问题了 那今天我会来跟大家介绍的一间是 叫 这个 这里 叫Cherry Coco的 它其实除了这个实体店面 它其实也有网络店 所以 如果 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就是 上网看找Cherry Coco 我还蛮喜欢他们家的衣服的 我今天回到家了 因为刚刚就是有去逛街嘛 然后我就想说很多朋友们都叫我拍穿搭给大家看 那因为刚刚我就是跟大家介绍Cherry Coco 这个网店我非常喜欢 如果大家没有在韩国的话 你们可以看那个网络 因为他们好像是有寄国外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我在那边呢 就买了一件 one piece 因为我在夏天真的很爱穿连身裙 因为我不要去想我裤子要穿什么 上衣要穿什么 这样子 我觉得这很棒 就是特别穿给大家看 因为我知道大家对我买衣服都很好奇 我到底要怎么买一些衣服 我是可以穿的 因为很多人问我 我到底要去哪里买大马的衣服 但其实我没有特别说要买大马的衣服 我都是会看它的剪裁 它的剪裁设计呢就是这里这样子搬一个扣子 所以呢它可以就是帮你修身你的这个腰型这边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绳子 你可以就是绑一下 或者是如果你要绑后面也是可以啦 或者是绑旁边 这样子 到那个膝盖那里 这样子 然后这里有个小分擦 这样子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拍穿搭 因为没有人帮我拍 所以我只好这样子自己拍 好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一个 剪头发 然后再加买东西的一个影片啦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 也可以分享给你朋友 以后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还没有关注我的Instagram 的话记得去关注哦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他们拍哟 我真的很不习惯我短头发欸 你们觉得真的OK吗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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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